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已知A向量的长度是你8 且A向量的方向角为150度 求第一小题 A向量的X分量是多少 第二小题 A向量的Y分量是多少 第二小题 A向量是多少 那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首先呢 A向量的X分量 是用A向量的长度 去乘以 A向量的方向角的cos值 所以呢 这是等于 这8带进来 那么乘以 这个θ呢 是150度带进来 所以呢 8乘以cos的150度 这是等于8去乘以 cos150度呢 是负的cos30度 所以呢 是负的二分之 根号3 因此乘起来结果呢 答案是 负4 根号3 这个答案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要求A向量的Y分量 那么 A向量的Y分量呢 是用A向量的长度 去乘以A向量方向角的sine值 所以呢 所以呢 这时候A向量的长度 我们用8带进来 那么这个方向角呢 是150度 我们带进来 所以去乘以啊 这是sine 150度 好 这是等于8去乘以 sine的150度呢 是等于sine30度 sine30度呢 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乘起来结果啊 这A向量的Y分量 是等于4 这个答案 好 那么第三小题 我们要求A向量 那因为第一小题呢 这A向量的X分量 已经算出来了 是负4 根号3 那么第二小题 A向量的Y分量 也已算出来 这个是4 所以呢 A向量 就是等于 负4 根号3 还有4 这个答案 2 4 5 6 10 10 10 1 8